晚上9點餐廳幾乎都關門了 好險還能吃到東西 點了日本常見的澱粉加澱粉套餐 宵夜市超商點心時間 第二天步行前往晴空塔 人行道又寬又好走 走半小時都不會累 飯のたしま 鹹草ROCK前店 便宜又好吃的軟發 鹹甜都有 素食種口味肯定有你喜歡的 來到東京晴空塔 奧格夢中心晴空塔店 幾乎每個時代的寶可夢都有推出娃娃 午餐是在館內的六里社東京晴空塔店 麵條Q彈沾醬濃郁 卡比咖啡廳TOKYO 原本想進去買周邊但是沒有訂到位置 是進不去的 來到晴空塔內 另外開放給一般遊客的商店 雖然不齊全 但還是可以買到部分咖啡廳限定的周邊 下午休業園 觀光客超多的宅宅勝地 Super Potato 秋葉園店 直奔上樓買遊戲卡帶 店內收藏超多 喜歡復古店玩的話 肯定會愛上這裡 卡雷のシミアルバ 休業園本店 晚餐是1000日圓的全雷打噶 店員很熱情 而且宅位滿滿 宵夜依舊是超商點心時間 隔天一早 來到上野恩賜公園塔青 很幸運櫻花都開了 不過園內竟只在樹下野餐 トレミンアウトレット 上野車站前店 有各種布丁 還有250日圓的乞丐超人 千層蛋糕編編 這也是蛋糕編編 上野阿美恆丁 鐵火凍 超便宜又新鮮的 路邊生魚片丼飯 這樣一碗只要700日圓 日圓 日記のかし 買爆小點心時間 雖然想要努力買超過免稅額 但最後只買了4000日圓 晚餐時間來到 雞丸水產上野六丁墓墊 在G9屋果然要感受一下 燒烤和沙瓦的搭配 這裡還能點到拳頭大的海產 當天剛好日本在經典賽 對上義大利 店內的氣氛超級熱絡 今晚的宵夜是布丁派對 今天來到元宿 第一站就是 Maryon Gryps超過100種口味 在派對的時候可以慢慢考慮 以為可以感受和JK一起去可麗餅的氛圍 然而在場只有歐美甲甲漢 講話很大聲的大媽 Hashtag Cplot 當前的日幣匯率拿來轉蛋 實在是划算到不行 Kittyland元素店 今天的一樓是吉塔瓦的專區 開店前就有超多人在排隊 樓上有咖啡專區 今年場次會把戰利品複製在攤位喔 Kura壽司 Global旗艦店 裝潢顏色很潮 但吃起來很普通的藏壽司 晚上來到有名的澀谷大馬路口 在超可愛的Chisto Hashimizu 能一邊用餐一邊欣賞澀谷夜景 飯後的蜂蜜布丁非常好吃喔 最後來到澀谷パルコ 當然要逛逛這裡的寶可夢中心 同一層的其他店家 也有很多東西好買喔 回程當天下了大雨 原本心情有點憂鬱 但在回國前 吃了Pelican Cafe的美味早餐 這個厚切炸火腿三明治太好吃了 讓我的回程更加悲傷 李超大 幹